徐州的这一起令人发指的事件 引发了滔滔的民意 而滔滔民意面前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媒 保持了令人大舌的这样的沉默 但是你可以沉默 民意不会沉默 外国的媒体不会沉默 我综合一下最近这两天海外媒体 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报道 他们怎么说 北京冬奥的喜庆被徐州封县铁链 所驳八个孩子的母亲的害人故事 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怒潮淹没 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呢 封县董某这一网红 一人养八个孩子 然后被当地拿自媒体的人作为正能量给搞出来了 暖心的奶爸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他们家都成了打卡地了 然后呢 这个不巧 不巧的是什么呢 不巧的是一个博主 想去攀位这八个孩子的母亲 结果 他见到令人惊悚的这样的画面 就是在这样一个猪圈一般的小土皮房里面 生了过八个孩子的这个女人被铁链拴着脖子 在零度的气温之下 一山单薄 蓝绿 然后呢 土炕之上 扔着那么一个冰冷坚硬的蛮头 他见到了 这样的一幅场景 那么真相很快呢 就浮出了水面了 可以认定的是什么 这是一起涉嫌人口拐脉 非法囚禁 强奸 甚至是轮奸等多重刑事罪的 这样的一题 害人听闻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人们更发现这个村子 不只有这么一个被铁链拴起来的女人 同样命运的女人 在丰县 在沛县 在徐州这个地区很多地方 还有 已经初步的可以断定 就是在丰县 在沛县 在苏北 在徐州 这一个地区 早已存在着一个被 甚至是被民间接受 甚至是被官方默许的一个人口买卖的这样性奴的市场 甚至很多当地人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证实了这样的判断 那么 有网友发帖子说 说他徐州的朋友说 说这一条罪恶的产业链由来已久 现在依然没有绝迹 由来已久 多少年 我告诉大家 改革开放多少年 这个 罪恶的产业链 大约就是多少年 这就是 公安部从去年开始搞 不搞了一个现场活动 叫什么 叫团圆 团圆行动 公安部不遮不掩 搞这次团圆行动的这个 这个这个 新闻报道大标题 就是公安部的通稿的稿件 发出的那个通稿的稿件的标题 就是 解救改革开放以来被拐卖儿童 大家注意啊 他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 可以从公安部 解救所谓被拐卖儿童的 这个专项活动中 我们就可以认定 苏北地区 一条罪恶的产业链 是和改革开放 几乎是同步而生 一路 发展而来 至今也没有绝迹 那么当地的人说 说这是许多人 包括官方都知道的秘密 除了黑恶势力 参与其中 人口犯子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大量的 有组织的公职人员 参与其中 先是强暴被拐来的女人 然后在逼迫她卖银 在她身上榨取卖肉的费 这卖肉的钱 最后呢 再贱卖到穷乡辟 这就是这样的一条产业链 中国走失人口手册 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一个东西 在去年五月份 那么说 这个手册里面明确的 披露 说这些年中国走失的人口 超过一百万 与其说走失 还不如就是拐卖 更确切 因为 什么拐卖本身并不可怕 如果你警方要是办案用心 及时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法律的这种 这个法制 这个这个与之同步 跟踪到位 惩罚 治理到位的话 他也不至于 形成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产业链条 并且维系了 这么多年 但恰恰 与人美好和善良的愿望相反 与人类的功德 功之 与人类的 这叫普世的 这个 应该叫普世的 这个情感 相悲 是什么 就是在这条产业链 横行的这些的地区 人口拐卖 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没有警察 少有警方 来办理这种案子 他们的消极 实质上是一种纵容 而这种纵容 不是个人行为 而完全是一种 甚至可以说是官方的 公务人员的 集体的行为 就是说 无论是官方也好 还是参与其中的公务人员也好 某种可以说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也变成了 变相的人贩子 这才是事实的 更深度的一个真相 包括前一段团移行动 什么那孩子 什么刘德华拍过电影 什么黄渤 他们拍过电影 什么找到了 怎么团圆 怎么干嘛 我们也都做过这样的节目 我们也说过这个拐卖儿童的事情 我们其实呢 我们千夫所指的都是人贩子 我们的理解力 理解的这个 这个能力 顶多就是认定了是这样的丧尽天良的人贩子 但是这一个星期徐州事件的发酵 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人贩子 人贩子是属于游击队 散兵游泳 殊不知 更有基层的中国的基层的组织 公然就当起了人贩子 那么每年一百多万人人口走失 这其中有二十多万是少年和儿童 那么找回来的是寥寥无几的 而在这之外呢 就是大提量的 更大比例的 那就是妇女 女孩 那么这些妇女和女孩大多呢 最后被拐卖到了 像封县 配线这样的穷山沟 穷乡僻壤 要么沦为性奴 要么沦为生殖工具 他们被凌辱 被折磨 他们像牲口一样的被对待着 被圈养着 甚至有的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或者惩治他们曾经有过的逃跑的行为 砍掉了手 打折了腿 甚至被打到了 重情之下 这些女人们甚至都被逼疯 逼傻 最后呢 成了被驯服了的牲畜一样 苟活于这穷乡僻壤的某一个 黑暗的龌龊的角落里 残喘着延续着自己 牲畜的不如的生命 还有网友发帖 说在过年前的这一周 我国一度十分流行 并且没人深究的 买卖儿童和拐卖妇女的事情活着起来 岁月静好的国人突然惊讶的发现 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山西 在河北 在江苏 有那么普遍且成熟的 买卖妇女儿童的产业链 有配套齐全的 户口登基系统和婚姻登基系统 支持着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个运作 所谓民风淳朴的农村 家家户户齐心协力的在那吃人 所谓热情好客的乡镇 随时就可以把你迈进深渊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事其实到今天 依然十分的普遍 还有网友发帖说 陈述一下我知道的现实 丰县是我的老家 我们村子就有三个妇女 是被拐卖来的 小学好朋友的妈妈因为逃跑 被砍掉一只手 印象中每次去朋友家玩 被砍掉一只手的那个同学的妈妈 都是在那一声不响的做事 用残缺的手臂在这包饺子 被拐来的妇女大都来自云贵川 有的人被丈夫喂药 有的被殴打沉默 有一个律师在微博里 自己的微博上发文 他说八个孩子妈妈的这个事件 不是普通的违法和失职 而是赤裸裸的犯罪 当地官方越早认识到这一点 越能及时的切割止损 因为这是一个史诗级的 世界性的惨绝人寰的丑闻 虽然这种事并不显见 但敢把这种事对着全世界公开直播的 这绝对是第一例 这也是愚昧到极致 舔不知耻到极致 导致宿主原地爆炸的鲜活的案例 对于这种灭 对于这种灭绝人性 这是媒体的观点 对于这种灭绝人性 又被许多人视为寻常的恶劣事件 那么村一击可以愚昧 那么镇一击可以护短 县一击可以粉饰 那市一击呢 那省一击呢 那到了国家层面呢 难道都跟村一击一个水平吗 全世界关心妇女权益和做人基本权利的人们 都众目睽睽的盯着 平头百姓们要不要脸可以无所谓 但有头有脸经常在外面混的 头面揉门脸上 肯定应该是挂不住 八个孩子妈妈实践 为什么是一起赤裸裸的犯罪呢 这还要从八个妈妈 八个孩子妈妈的来历说起 他们说什么呢 官方通报 一个通报 接着一个通报 说这个八个孩子的妈妈是被这个八个孩子的爸爸的父亲 就八个孩子的爸爸的父亲 在路边捡回来 他说他是智障女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现在都大 就是 大家都开始怀疑起这个八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父亲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惨君人寰 是不是无意 附加了就 朋友 那么官方的这种表述 在第一个通报里的就是已经这么说了 已经这么说了 就把这个女人首先设定她是个智障女 甚至把她说成是疯子 就是从官方到当地的民间 大家众志成诚 官民一体 众口一词 为了掩盖这样的一个罪恶 他们把一个一个这样的女人 都说成是疯子 你说她妈谁疯的到底 那么就是说 他们否认这个妇女是被拐卖的 官方都否认 那么如果按照这种表述的话 那么这个八个孩子 所谓的这个爸爸 仍然涉嫌另一种犯罪 什么就是强奸罪 智障女 如果她真是智障女 她是疯子的话 那她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和性保护性防护能力的女人 那么你把这样的路边 捡到的这样来路不明的智障女 你要发现的话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第一个责任 你的义务 就应该把她送到 相应的这个警方或者权力机关 是收容啊 还是监护 这是公民应该尽的义务 你已经要履行的责任 即使她是个智障女 你八孩子的爸爸 或者是八孩子爸爸的爸爸 您也没有任何权利 以所谓的收留的名义 官方不说他们是收留吗 他们也没有权利 以收留的名义 将她带回家中 然后通过这个女人生起了八个孩子 这个八个孩子 所以八个孩子的父亲的父亲捡回来 然后八个孩子的父亲 跟这个女人说生了八个孩子 说现在的说法是个说法 那个八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个弟弟 事实上 现在的网民已经挖到了 这样的基本坐实的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女人是他们一家三代 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 共用的 都对这个女人施以过性暴力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 然后生下了八个孩子 那你说这个故事 这得惊锁到什么程度 当地的官方不抓紧给八个孩子 和这家的男人们 做DNA的亲子关系的禁定 然后呢确认或者你排除所谓的强奸罪 这个嫌疑 不抓紧做这个事 那么居然的罗列一系列的 对这家的什么旧记忆啊 帮扶 包括给这个违规 包括曾经违规给这个智障女 发放结婚证 这是赤裸裸的协同犯罪吗 这不就是 你官方所谓的封城县委宣传部也好 什么也好 你们这种通报 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是不是啊 有人说 这个这是地方特色 这是地方特色 你说哪个 哪个正常的人 听到这样的说词 说这是他们地方的特色 你说你能不愤怒呢 完了 甚至有当地人说 这个事要捅出去之后 比如说这一家人拆散了 比如说谁坐牢 谁坐监了 或什么干嘛 这八个孩子谁养了 孩子有未来 得保证孩子未来 和保证孩子基本的生活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为了 这八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的 所谓的这个未来 那怎么的 我们就能容忍 曾经的和正在进行中的 令人发指的犯罪吗 就能够眼看着这八个 生养了这八个孩子的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被铁链子拴着 像狗一样 像猪狗一样 在那狗活着 而我们大家 我们所有的网友都可以 无动于衷 所以 所以虎年的这个春节 是令中国人 最愤怒的 一个春节 谢谢 我们继续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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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